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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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分享佛说四十二章经 好贵 学到难 好 是富豪 很有钱 万贯家财 贵 就是尊贵 很有地位 很有势力的 既有钱又有势力 荣华富贵 豪贵之人 要他修行用功 出家学到 这是很不容易的 他一切一切都满足 一切一切都觉得很快乐 什么都很自由 住的房子像皇宫一样 吃的都是一般人 吃不起的 最名贵的 最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一个有钱有势的人 要他来学到 确实不容易 因为学到 就要将名利 地位放下 如果放不下 与道既不相应 适者财物是负的因 尊贵的原因是 礼拜十方一切圣贤 以谦卑心 恭敬一切众生 和安人顺利的境界 今天继续分享 弃命必死难 人最尊贵的就是生命 有生必有死 这个道理人人都懂 但是能够真正愿意放弃生命 看开生死问题的人 却不简单 对一般人而言 舍弃生命 故事生命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但是 难与意 也是观念与认知的问题 曾博人讲究 忠孝结义 慰忠 慰孝 慰解 慰义 慕汤淘火 在所不辞 这是君子为人的理念 孔子说 刷文道 细始可疑 文道比生命 更为可贵 有了这个理念 舍身取义 就不是困难的事情 因为 舍弃一个短暂而无常的射身 寿命 换来的是无穷尽的生命 这是非常值得的 佛法讲得更深入 要开悟 成道 正国 要正我空 法空 最后空也不执着 弃入十项境界 生命是不生不灭 世间的生命 是脆弱无常的 只有十项 才是真正的永恒 心安住正念 时时刻刻都很自在 即使命在旦夕 也不会慌张 假使没有悟到这个道理 要把生命布施出来 就会像大难灵头一样 只会选择逃避 哪里还会护汤 导我 亦不容此呢 所以 佛说 切命必死难 佛陀时代 有两位比丘 结伴去听佛说法 路途遥远 又缺乏水源 两人都平临 渴死的边缘 好不容易 找到了一个水井 一位比丘 集水便饮 另一位 见水中充满了小葱 而不饮 饮水的比丘问他 怎么不喝水 比丘回答 世尊自见 不得饮有虫水 饮水有虫 所以我不饮水 喝了水的比丘 便劝他饮水 以免渴死 不能见到佛陀 比丘回答 我要持佛境界 宁可未道而食 不可无道而生 假使因此渴死 也没有关系 结果这位比丘 忠因缺水而死 喝了水的比丘 保全了性命 抵达佛陀说法的处说 佛陀见到喝了水的比丘 问他 你从哪里来 有人与你结伴同行吗 比丘对佛陀说 世尊 世尊 我从 波勒子国来 有一位比丘 同行 但因路途谣言 又缺乏水源 最后发现了一口井 可是井水有虫 我为了能够听到佛陀说法 因此喝了井水 才能来见到世尊 因为同伴 因为坚持 必饮有虫水 在途中不幸可死 无缘见到世尊 佛陀对他说 你实在于痴 你的同伴 虽然因守戒往生 但他能够守至宏道 所以福报是最大的 宁可牺牲自己 也不愿伤害任何生命 由于慈戒清静的缘故 这位比丘已经往生天见 继续文法修行 佛陀接着说 慈戒的功德非常殊胜 不但可以想天福 而且生生世世不退菩提 清闻佛法是很大的福报 而慈戒清静的功德 尤为殊胜 历史上有很多 徒祥辩解的人物 虽然保全了性命 却遗臭万年 相反的 忠诚孝子 为了忠孝 结义 慎生气命 表面上 看好像是牺牲了 但他的精神 流芳千古 功德 善果 坑是无量无边 明白这些道理 就能如文天祥所言 哀哉举如常 为我安乐过 这念心定了 与真理相应 就能 事实如归 以佛法的角度来说 不但是精神不实 进入部 还要开悟 正得 菩提 涅槃 这才是真正的不实 所以 修行没有别的 就是要精进 要放得下 为了成就道业 这一生 都可以拿来 布施供养 仁言经说 将此身心奉承唱 这就是真正的大舍 舍得彻底 妄想 业障 业障 也死掉了 只有这念心 才是最真实的 悟到 这一念心 就能 找到真正 自己的生命 否则 将虚妄的 射身当作自己 就真正是 弃命必死了 修行学佛 必须了解 射身是 无常的 只有 法身和功德 才是 无量寿 无量光 而 正到这个境界 就先要如 禅宗所说的 大死一番 什么是大死 什么是大死 就是拼命 舍去 过去的种种坏习惯 牺牲奉献 广行不施 所以 所以要有大悲心 大怨心 有正知正见 才能成就 如果没有大怨 就会音循苟前 就死死 挂碍射身 这就是怕死 并 是从过去的业障而来的 有了并 不知道静静用功 偏偏执着这个假的射身 四处求医 妄想颠倒 哪里谈得上 弃命必死 一般人不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贪生怕死 我们既然明白了 就要 发心 要用功 要认识清楚 这一生修行 一定要达到 无生的境界 就能 生死自在 假使没有这个怨心 道业不能成就 做什么 都不容易 有成就 佛陀的十大弟子 说法第一的妇容纳 有一天很虔诚地跪在佛前 请求佛陀 让他到最南端 最隐瞒的地方去弘法 佛陀对他说 弘法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 必须 难忍 能忍 能忍 你有这份 僧忍 法忍的 毅力吗 佛陀那回答说 我既然 深入佛门 就要把生命 奉献给众生 生命 生命都愿意舍了 生人 罚人 都能忍 佛陀说 有这种精神很好 但是 南方的野蛮人 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 如果 他们不愿意接受你去弘法呢 富罗那说 我可以用渐进的方式 不断地说服他们 佛陀又问 如果他们不但不接受 还要反抗你 那你要如何 弟子回答 假使他们心生反抗 我必当忍受一切克服 佛陀再问 如果他们对你破口大骂呢 弟子说 我要感激他们只是骂我 而为打我 假使他们动手打你呢 那我更要感谢他们 只以拳头打我 还没有动刀 拿棍来伤害我 佛陀再问 如果他们 真的拿刀棍伤你呢 弟子回答 我仍然要很感激他们 只伤到我的皮肉 没伤到我的生命 佛陀更进一步理问 如果他们刀棍不留情 把你打死呢 弟子依旧回答 我还是会很感恩 人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身体 才有种种的苦 我借以天文佛陀的教法 体会了真理 自当能把这个身体奉献给众生 为众生牺牲 为法 殉道 那我的生命 也得到尊严的解脱 所以 我要感谢 他们完成我的菩萨祷业 像富罗那这样的人 才是所谓的宗教家 明知浅度 艰难坎坷 但他的心里早已有了准备 不管众生